宝露对恶福所教会的长老说 圣神既在整个羊群中立你们为监督 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 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 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 不顾兮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 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 勾引门徒跟随他们 因此你们要警醒 记住我三年之久 日夜不断的含泪劝勉了你们每一个人 现在我把你们托福给天主和他的恩宠之道 他能建立你们 并在一切圣徒中赐给你们四叶 我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 你们自己知道这双手供应了我和同我一起的人的需要 在各方面我都给你们立了榜样 就是必须这样劳动 不住病落者 要记住主耶稣的话 他说过失于比领受更为有福 说完这些话 宝露便跪下 从众人祈祷 众人都大哭起来 并扶在宝露的景象上 口亲他 他们最伤心的 是为了宝露说的这句话 以后你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 他们便送他上了船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 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 天主求你显示出你的威能 天主求你显出为我们行的大能 为了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众君王必要向你奉上祭献 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 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 也请赞扬上主 他自永远就是驾驭高天穷昌的大主 听他的声音发出 巨大的声音已发出 你们应承认天主的大能 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 他的荣耀光照以色列人 他的神威弥漫天际 天主 你在圣所中可敬可畏 愿天主受赞美 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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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你的话就是真理 求你以真理 祝圣我们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独圣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举目向天说 天父啊 求你因您的名 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 使他们合而为一 正如我们一样 当我和他们同在时 我因你的名 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 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上王之子 没有一个上王的 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 我在世上讲这话 是为叫他们的心 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话 授给了他们 世界却憎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将他们 从世界上撤去 只求你保护他们 脱免邪恶 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求你以真理 祝胜他们 你的话就是真理 既如你派遣迹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 照样我也派遣他们 到世界上去 我为他们 祝圣我自己 为教他们 也因真理而被祝圣 天主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 两次说过这句话 他们不属于这世界 他们也借真理而被圣化 圣奥斯顶有一部著作 叫天主之城 或者上帝之城 英文是City of God 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反驳一些说法 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败的起源 是因为基督徒弃绝罗马人的神灵 而恼怒了众神 酿成罗马众神收回维护帝国的定约 圣奥斯顶解释 罗马帝国的衰败 以基督徒弃绝罗马神灵毫无关联 并且帝国的衰败 是因为罗马人的道德观念 已不像以前了 相反 基督徒的品行 比非基督徒好得多 尤其是在伦理这方面 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世界并非是单一的 这个世界有世俗的一面 也有天主的一面 两者共存 这两个社会平行存在 世俗与天主的界限 有时候很难分清楚 因为这界限太细 太细了 当耶稣说 他们不属于这世界 他指的就是这个事实 我们不能完全脱离这个世界 我们必要活在这个世界 而这世界就是世俗的世界 可是 但是得到了耶稣教训的点化 虽无法脱离 世俗的世界 却能借圣神的恩典 而超越 世俗的世界 世俗的价值观 世俗的价值观 偏向 世俗的价值观 这个圣化过程 这个圣化过程 可以是非常迅速的 有如圣保路中途 在大马四格的路上 所经历的神秘经验 这个经历过后 圣保路就有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那其他人的经验 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圣莫尼迦为他的儿子 祈祷了十七年才见效 圣奥斯丁 十七年后才归依天主 圣化后的人 有什么不同呢 这些人深深地认识到 这世俗的世界 世界是短暂的 世界虽然有本身的魅力 却始终不是永恒 而且也不能满足 人性的所有的要求 那总有一天 你我所拥有的一切 可能是资产 可能是资产 钱财 智慧 权力等等 会即将 像流沙这样子的 从我们的手掌心 溜走了 因此 因此这些被感化的人 他们的价值观 与普通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寻求的是永恒的保障 因此他们的势力是长远的 而不是只看到前面的利益 现在的缺乏 苦处都不算什么 为了将来的天国 什么都可以接受 而且是自愿喜乐地去接受 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可见过类似的人 天主保佑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我们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